上個星期時,Samsung舉行了他們一年一度的最新旗艦手機發佈會 發佈了他們今年全新的S24系列手機 而這場發佈會都引起了不少迴響 事關Samsung他們今年的S24系列手機 加入了一系列各種不同全新的Galaxy AI功能 我都幾肯定這個S24系列手機 是目前市面上集合了最多最實用AI功能的手機之一 而我手上的這一部就是他們剛剛發佈的Samsung Galaxy S24 Ultra 在我和大家分享這部S24 Ultra 究竟有什麼新的AI功能吸引前 讓我先和大家來做個開箱吧 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我一個熱愛科技的魔術師MAD 可以出資訊欄分享一些有最常的科技探訊 科技指示和按鈴鐺,小鈴鐺,小鈴鐺 和小鈴鐺,小鈴鐺,小鈴鐺 所以要用這部影片記得記得現在只要十首歌 而不是那一部影片的小鈴鐺 我給小鈴鐺給你 3,2,1 OK,今年我可以這麼快就拿到這部Samsung Galaxy S24 Ultra 開箱上手去給大家看 就一定要多謝我們今天這條影片的贊助 他就是...CTM 如果大家都對這部S24 Ultra有興趣 想入手買一部的話就恭喜你了 因為CTM他們都很好 給了一些優惠 給有提好這條影片 一直都這麼支持我的觀眾 就是你們 那我在這條影片的最後 就會跟大家說 怎樣才可以拿到這個優惠 所以大家記得記得一定要看到到最後 OK 好,那我們事不宜遲 現在立刻來開箱給大家看一看 它裡面究竟是怎樣 OK 那我先撕開這個封條 嘩嘩嘩嘩 這個Samsung的Titanium都很漂亮 今年這個黑色 上一代的S23或者S22那些 都是用了這個鋁金屬的邊框的機身材質 那今年是它S24 Ultra 第一年用了這個Titanium的泰金屬 我想說拿上手呢 會感覺到這部機會輕了一點 手感都會更加好 OK 因為以前有些人會覺得Ultra 它的功能一定是最好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它的重量有點太重 拿上手 不太好 但是今年的Ultra用了Titanium 我覺得就真的 好fit 它那個重量和size 這個比例的尺寸 OK 那我們先放在一邊 這個 然後它的配件就會在這個頂部的這個 盒子裡 那我們看看還有什麼配件 先 可以配件有一個卡針 一些說明書 還有一條的充電線 這些配件就先收起來 我們最主要看我們這個主角S24 Ultra OK 那我們來撕開一個幕先 哇哇哇哇哇 我想說第一眼看到這個屏幕 最大的感受就是它今年的螢幕 它由以前有少少弧度的邊緣設計 今年變成一個全平面的玻璃設計 我想說用了這個設計之後 整個手感 無論你摸在邊緣的部分 或者你握感上面 可能是因為螢幕變成平面 所以令到整部機感覺上會薄了一點 還有今年這個螢幕 是用了一個康寧 最新出的Gorilla Armor的玻璃 所以這個玻璃是會比以前的玻璃更加之防刮快 還有它更加之沒有那麼容易跌爛的OK 而它今年後面都是用了四個鏡頭 分別就是12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頭 一個2億像素的主鏡頭 一個1000萬像素的三倍光學變焦鏡頭 還有第四個鏡頭 那第四個鏡頭就跟以往的不一樣了 上一年的S23 Ultra 它叫第四個鏡頭 就是這個1000萬像素的10倍光學變焦鏡頭 那今年就變成一個5000萬像素的5倍光學變焦鏡頭 那大家都好擔心 它會不會跟上一年的表現會差一點呢 那不需要擔心的 因為我一會會跟大家試一下 它實際拍出來的表現是怎樣的OK Samsung Galaxy 那我們終於進入到這個主畫面了 那我在這裡也大約跟大家講一講 今年的S24 Ultra和S24或者S24 Plus 有什麼最主要最明顯的分別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這個機身材質方面 只有這個24 Ultra用了這個鈦金屬的機身 而另外的24或者24 Plus都是用回以前的鈴金屬機身的 而第二個就是這個螢幕尺寸方面 那S24、S24 Plus和S24 Ultra 它們的螢幕尺寸大小分別就是6.2吋、6.7吋 和S24 Ultra的6.8吋 那而且S24 Ultra和S24 Plus 都是擁有Quad HD Plus的解像度 而S24就跟以往一樣 都是只有Full HD Plus的解像度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它們今年這三個型號的螢幕 都可以去到這個2600L的風直亮度 而第三個也是最重要最明顯的分別 就是在這個鏡頭方面 那S24 Ultra除了它的主鏡頭 擁有比S24和S24 Plus更加之高的2億像素之外 它還擁有我們剛才提到 那個全新的5倍光學變焦鏡頭 所以在影相或者拍片方面 S24 Ultra是絕對要比S24和S24 Plus 都是優勝得多 尤其如果你經常去看現場會 經常去追星的話 那我就覺得你一定要選這個S24 Ultra 而最後一個比較明顯的分別 也是只有這個S24 Ultra才有的 它就是這個S-Pen 而在其他方面 這三個型號 基本上都不會有太大太明顯的分別 尤其是今年最重要最重點的全新 Galaxy AI功能 在這三個型號上面 都是全部可以用到 全部都是沒有分別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看完這個S24 Ultra的外觀之後 我們就來講一下今年最重點的Galaxy AI 和它的相機鏡頭功能 首先第一個要提到的 就是這個Galaxy AI裡面的翻譯功能 這個翻譯功能 它可以應用在很多不同的場景裡面 例如它可以是你跟一個不同語言的人 打電話溝通的時候 實時去把你們兩個不同的語言 翻譯成對方各自都可以聽得懂的語言 所以解釋我去到另一個國家 例如是日本旅行的時候 我要打電話去一個餐廳到訂位的時候 我都不需要怕別人聽不明白我說什麼 或者我聽不明白別人說什麼 又或者你可以在跟別人 send message 的時候 都可以用到這個聊天翻譯功能 而且這個Galaxy AI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寫作風格功能 這個功能可以將你原文 根據幾種不同的風格 去作出不同的翻譯結果 例如是有專業、隨意、社交、禮貌風格等等 你就可以根據你不同的情況 去用不同的風格 例如當你回覆老闆一些公司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這個專業風格 而當你打開一些caption 準備例如post上instagram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社交風格等等 而最後你還可以將這個AI翻譯功能 應用在一些會議紀錄上面 例如當你錄下整個會議的內容之後 他除了可以幫你將你的會議的錄音 轉換成你想要的語言文字之外 他還可以偵測到在這個會議上面 不同的人的聲音 甚至乎還可以幫你去 summarize 整個會議的會議內容 整理回一個的摘要出來 所以如果你是做秘書的話 可能你以後的工作就會簡單很多 而下一個要介紹的AI功能 就是這個由Samsung和Google 一起合作推出的Circle to Search的功能 有了這個功能之後 你在你的手機上面 在任何的介面或者任何的APP裡面 無論你是在錄下instagram 又或者你是在看youtube都好 只要你剛好看到一些你很好奇 好想知道的東西出現在你的手機畫面 你只需要長暗這個Home button 然後你連APP都不需要切換 不需要quick出去 就可以直接用手指去圈出你想去搜尋的東西 甚至乎你可以再問一些 關於那一樣東西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Circle to Search 就會直接幫你去搜尋到 關於那一樣東西 又或者你問的問題的所有的結果答案 而你看完之後 你只需要輕輕向上數一下 就可以繼續去用你原本用的APP 又或者你原本看的那條片 那我想說這個功能 真的好方便 你試用過就會知道有幾方便 而且在這個安全線方面 這個Circle to Search 它只會拿到你所圈的範圍裡的資料 而不會拿到螢幕上其他area的資料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去使用這個功能 而最後最後要講到的這個 就是AI和相機配合的一些功能 首先大家都見到今年的S24 Ultra 它由去年那個S23 Ultra 的1000萬像素10倍光學變焦鏡頭 改為變成5000萬像素的5倍光學變焦鏡頭 所以很多人都可能會擔心 不知道今年的S24 Ultra 還可不可以拍到這麼遠 這麼清晰的相片 還可不可以做到這個所謂的演唱會神機 雖然今年這個S24 Ultra 它只有5倍光學變焦鏡頭 但是因為它的像素 由以往的1000萬像素 提升到5000萬像素 而且它的感光元件的Sensor 亦都是大了 所以就算你用它 zoom in 去到10倍的距離都好 其實它出來的成像 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所以Samsung自己都聲稱 它這個全新的5倍光學變焦鏡頭 是可以做到10倍光學質素的變焦效果 而且如果你覺得10倍不夠遠的話 這部S24 Ultra最遠 還可以給zoom in 去到100倍的數碼變焦距離 而且也得益於它這個 Proficial Engine 這個S24 Ultra 會自動去分析 你每一張影的相片不同的部分 再用AI 去幫你潤色每一張影到的相片 例如在一些陰影部分 它會自動幫你去做一些降噪的處 又或者是一些人面的部分 它會自動幫你調節一下 人面的顏色的色調 令你的膚色更加好看 而且在一些細節比較多的位置 它又會幫你去做加強一下等等等等 這些都是它前期自動幫你去做完的調節功能 而且如果在後期編輯 這個AI Edit 還可以做到更多各種不同的功能 例如當你拍完一張相片之後 你發現你拍照的主體 側了一邊 又或者整張相片都歪了不水平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在它的相片APP裡面 去把你的相片裡的主體識別出來 然後再直接把它拖去你想要擺的位置 然後AI就會自動幫你去申請 去填補你那張相片空了出來的部分 就好像Photoshop的功能一樣 但現在你就可以很簡單 在你的手機裡面 就可以做到以前可能要做很久 或者要很專業才可以做到的效果 又或者如果你用正常的模式去拍完一段影片之後 發現這段影片實在太精彩 你想把它變成慢動作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Instant Slow Mode的功能 它就利用AI去幫你自動生成 你的影片裡面中間所缺少的一些影格 這樣就可以把一條普通的影片 直接變成一條慢動作影片 好 這些就是我覺得 這部S24 Ultra 最吸引 最Wow到我的AI功能 不知道你又最喜歡哪一個AI功能呢?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和我們大家一起分開一下 如果你說你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覺得它很吸引 準備入手買一部 那你就可以用我這個 200元優惠碼 你使用的方法都很簡單 你只需要是CTM的門市 去購買Samsung Galaxy S24 系列 任何一部手機型號的時候 你只要出示這個優惠碼 又或者你出示這個螢幕截圖 那你就可以有200元的優惠 溫輕少提示一下 這個優惠碼是有限量100個名額 先用先得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買S24 Ultra 或者其他型號的話 就快點去CTM門市 用這個優惠碼去吧 雖然在這兩年裡 AI這個Term 開始不斷出現在各行各業 但其實有很多功能 可能只是一些Gimmick的桌頭 實際上根本是不實用的 又或者它是未完全很完善的 整合到一個適合消費者使用的程度 這個使用的門檻實在太高了 而今次Samsung S24系列 可以說是第一部 真正將一些最先進的AI功能技術 完美整合到適合普遍消費者 大眾日常都會使用到的使用場景裡面 而且這些AI功能它的使用門檻 和學習成本都是非常低的 所以就算你不是一個 資深的智能手機使用者也好 我相信你都可以很容易就使用 體驗到這部S24 Ultra 或者S24、S24 Plus 它的超實用AI功能 我自己個人 今次就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Samsung的S24 Ultra 不知道你又覺得怎樣 或者你最喜歡哪一個型號呢?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和我們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OK? 還有當然不要忘記 幫我like這條影片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還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看看 OK? 那我就有一個熱誤的魔術層面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Peace 如果讓我選擇 我就會選這部S24 Ultra的太黑色 不知道你會選誰呢? 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請多多多點 我可以按讚 下次再見 找掌握